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要介绍三位在台湾教育界贡献良多的专业人才 首先第一位是舞蹈家张小雄 他出生于战乱时期的柬埔寨 后来移民到澳洲进修舞蹈 一路走来他历经了战火 病痛 悲欢离合 不过依旧交不息他对舞蹈的满腔热血 1996年在舞蹈家罗曼菲的邀请之下 因缘际会来到台北艺术大学舞蹈系任教 至今已经27年了 他除了将并生所学 启囊相授 为台湾舞蹈教育树立良好典范 同时他还参与电影及MV的演出 在台生活可说多彩多姿 好 其实是麦的步子过来 一 二 一 二 好 看着同学们的肢体表现 随时帮忙调整到最佳状态 张小熊在台北艺术大学舞蹈系 担任教授已经有27年了 在这之前他是享誉国际的舞者 而大家说起他的前半生 习惯用烟沛流离来形容他 出生在柬埔寨 12岁时因为柬埔寨发生政变 越南战争扩大成中南半岛战争 他被家人安置到中国杭州 在那里度过少年时光 也开始了他的舞蹈生涯 一个13岁的少年 然后背景离乡 然后你又没办法融入 当时马上融入这个社会 所以是还蛮苦闷的 所以当1974年75年的时候 我看到舞蹈对待活动的时候 我突然就觉得 就是好想要去参加这样的一个活动 因为除了他可以带来一个 简单的快乐之外 他其实可以逃避语言的表达 因为你跳舞 你用身体 所以我就去求老师说 能不能够给我这样的机会 老师说我们不需要男孩 我们有女生就够了 好巧不巧就有几拨 日本的访客 我学校自己脸上也挂不住了 就说看样子我们需要一点男孩子吧 就老师就来 他说你不是说你要跳舞吗 你要不要来 我说要 马上就说要 借由舞蹈找到青春的出口 也找到了年少时的友情 在那纷乱的年代 更是逃避政治活动的好借口 那时候跳的舞是具有文化大革命色彩的 样板系 同学们总是轮流进去剧场里 看表演 继舞步 再把它组合起来 如果用现代专业术语来说 这叫重建舞蹈作品 但张晓雄大学念的是历史 喜欢的是文学 毕业后战争也结束了 一家人才终于在澳洲团聚 也在这时候 进入阿德莱德表演艺术中心 开始了现代舞的学习 看到另外一群从欧洲来的老师 就给我一个很大的启发跟改变 他们把他们人文关怀 跟文化的平等的概念 带进了教室 因为我觉得人跟人之间的尊重 不管是什么年龄的差别 或者文化的差别 或者是应该是没有阶级 也没有这种等级制 它应该是平等的 而这个东西对我影响很大 接着张晓雄陆续在澳大利亚 国家舞蹈剧场 香港城市当代舞团任职 往来北京 香港 广州等地教学 1990年获选年度最佳男舞者 1996年获选年度最佳编舞 也在这年遇到了人生挚友 有台湾最美舞者美名的罗曼菲 他说你这个东西流动得很 非常流畅 然后那个energy 还有就是最主要是它有东方 很多东方色彩在里头 很多东方的元素在里头 但是它被转化得很好 他说我们台湾没有这东西 你赶紧过来 我刚开始以为就是一个客套化 但是之后他就一直一直在写信给我 就说你来吧 你来吧 然后你来的话 在我们这里教课 然后我们年底会做一个大的制作 然后会在隔年会演出 云门舞姬也很期待你来 所以当时我就很感动说 哇 台湾人很真诚很热情 然后他透露一个很重要的讯息 是我所创造的东西是被需要的 给一个提示 比方说我要用我的话来写字 然后你要把 先要把注意力放在这里 让观众 让读者能够读到你的讯息 张小熊带进了欧洲体系的 现代舞训练方式 来展现舞蹈动作的丰富性 以自身经验 针对男舞者 五个肌肉发展特性 建构训练模式 与授课内容 他第一年来的时候 我可以记得 他的身体动作 身体技巧 跟我们很不太一样 他的技巧性 很着重在 一个重心的转移 一个核心的 尾椎脊椎骨 跟你重心之间的一个位移的 一种身体的线条 跟动力的转换 这个部分我觉得它让 我们当时这个艺术学院的 学生们的身体能力 有变得比较灵活 变得比较勇敢 你们先从简单开始 从二维的三维的想象开始 用单一的关节动力 或者是关节动力 加一点点 脊椎动力来改变它 让它不是那么 奉务 学生们正在练习的 是如何利用身体的各个部位 书写数字以及汉字 这套训练系统 是张小雄从当代巴雷巨播 威廉佛赛的国际字母书写 身体语惠 发展延伸出来的 你的动作在空间 是可以被定位 是可以被追寻的 所以所有的动作 都会在空间形成某一种轨迹 这种轨迹是可以被计算 可以被想象出来的 这个系统如果用数字来做 它会更不一样 汉字的变化更大 所以它有一个更大的可能性 再加上我们东方的武术 或者传统舞蹈里头 有很多脊椎动力的东西 这个是西方很少见的 所以当我们使用脊椎动力的时候 这个原来的二维 三维的东西 它也许可以变成三维 或者四维的想象 当时舞蹈系 推动七年一贯制教育 张小雄主张要让孩子 有更多在舞台上的演出机会 当初我来的时候 整一个系的男生加起来十几个 我每年暑假男生的心声的集训 你必须要在训练上带着这些人 达到一个高度 才会吸引下面的那个心声 他才会有信心说 这里的男孩子的训练是强的 完整的 而且他们是被尊重的 2010年之后 我们的男生的数额就一直在持续增长 然后基本上可以达到平衡 他相信每一位舞者都有独特的那一面 老师该做的就是包容一直性 以及激发孩子们展现自己的自信 他们跟其他学校的老师不一样 他们是透过很新鲜的 在当下的舞台上他们的理解 跟他们的工作努力的成果 转化成最新鲜的养分 反馈到教学里头 而不是阅读历史 或者接受比较成就的思想 我一直对这个事情是 对我影响跟共鸣很大的 在教学的生涯中 张小熊也不断创作 二十多年来上摆布舞蹈作品 除了在世界各大艺术节 舞蹈界获得极高评价之外 也带给学生能力的发挥 与驾驭的挑战 春之记就是其中之一 它的版本一口气 录用了近四十名舞者 一则因应学生的学习需求 一则是自己创作能量的爆发 我大部分时间都在做 非常厚重的历史题材 或者是生命议题的东西 因为这正好是 大家都不太愿意去碰的事情 教育不是教他们技巧而已 而是要教他们一些观念 教他们一些人类普世价值的东西 然后这些东西是执行到日常 执行到你的专业的每一个细节里头 我们作为当代的教育者 所需要思考的问题 舞蹈之外 张晓雄也热爱摄影 这个兴趣是他在舞蹈当中 所培养出来的 透过镜头观察光影之下 人体的每一组关节 每一寸肌肉与皮肤 在细微凝动中展现的力量感 再回归到舞台创作与教学 我在排练当中会有时候会拿起相机拍 这里头舞者们的状态已经相当不错了 但是通过这样的一个检讨 会帮助他们在舞台上 把自己在这个作品当中的形象的建立 会起到一个很大的参考作用 2006年罗曼菲应病离世 张晓雄也在这时候检查出脚底罹患恶性肿瘤 面临被高位截肢的恐惧 最黑暗的时候 他告诉自己 如果没有了一条腿 他还能做什么 他把创作转向文字 我也许可以用文字重新来寻找 或者整理我自己的想法 所以我就从我过往的少年时代的诗稿 跟大学时期的文稿 然后在澳洲时期的笔记 然后就做了整理 然后我也开始在写作 然后开始进入到网络世界 然后突然发现说 我的文学梦回来 就是我在少年时代很想要做的 我最想要做的事情是文学创作 张晓雄的第一本文学作品 《野雄荒帝》在2009年出版 2019年导演张作季 看上他如此颠沛流离的人生经历 找他出演《那个我最亲爱的陌生人》 你找谁 爸 连以前的事情都会忘掉这样 在片中饰演罹患失智症 曾官拜上校的队伍老兵张军雄 张晓雄硬是把自己增重十几二十公斤 赤裸呈现 垂坠老太 导演没告诉我要怎么演 那我就想说 那我就试一个东西给你 你看你要还是不要 那就走路 把我的表演的技巧给用到这里头来 然后去模拟一个 或者是进入到一个病体里头 去做这样的迈步 就导演看路 兄爷 整个部片你都要这样走 我说好 没问题 而后蔡建雅的新歌MV 也找她来担任男主角 呼应歌曲Breakdown 所要传递的这三年全球处于疫情时代 如何保持信念 面对困境再度重燃生命的希望 张晓雄用舞蹈为MV赋予了生命力 他要一个拐杖 那我就在这拐杖里头去设计 这么一个受困于这个时代的灾难 同时受困于他的身体的衰败 这样的一个有品味的老人 跟这样的一个导演合作是非常愉快的 因为你有很大的参与感 从柬埔寨到中国 到澳洲 再到台湾 从历史到文学 爱上了舞蹈与摄影 再接触了电影与流行歌曲MV拍摄 这样的人生 即使坎坷 却也多采多姿 张晓雄认为 人生无法规划 既然无法规划 何不随遇而安 你有规划又怎么样 你怎么会规划得出 前不再整整会爆发 怎么规划得出 文化大命会被你碰到 怎么规划得出 后面的所有的东西呢 这些都是I'm expected 就是不可预知的 人生本来就是一个不可预知的行程 因为对我来讲 你没有plan的时候 你所见到的所有的东西 所有的风景 都是surprise 对台湾舞蹈教育的贡献 张晓雄获得了移民署 核准申请 永久居留梅花卡 当初我来最让我感动的是 这里的文化的多元性 可以让我潜心下来 去完整一个教学体系 然后把我所有的经验 去做传递的这样的一个伏地 接下来张晓雄也许还有更多惊喜 让大家看见 称如他所说的 没有规划的人生 处处都有惊喜 随着人口增加 环境问题 粮食危机不再只是空想 在雪马坦的课堂上 许多昆虫更成了未来餐桌的食物想象 全球人口增加 衍生出许多环境问题 所以粮食危机不再只是空想而已 近几年很多人开始讨论 将食用昆虫搬上我们的餐桌 昆虫是营养丰富 而且兼具环保的食品 其实世界上已经有不少地区 长久以来都拿昆虫当食物 任职于台大昆虫学系的美籍教授薛马坦 他就推出了一门食用昆虫学 透过他生动有创意的课程勾起学生们学习动机 薛马坦十分享受在台湾的教职工作 还有宜居的生活环境 同时他也推荐国际友人 跟着他的脚步宜居台湾 体验宝岛特有的风土民情 经法闭眼高挑的身影 薛马坦在人群中十分显眼 任职于台湾大学昆虫学系的薛马坦教授 推出了一门食用昆虫学 生动有创意的课程引发学习热潮 把糖加上加温虫学系的薛马坦 现在我们可以试试一个简单的一样 什么? 是糖,糖,糖,和红 什么是那? 9克 我们做什么?20克? OK 那是5克 5克? 嗯哟 嗯哟 太多了! 太多了 哦 那是一大小的蛋糕 好 研究室里传来了阵阵香气 薛马坦教授正在跟研究生们讨论 下一堂课的教学食谱 OK 太多糖了 但否则就不错 享受这一堂课 我觉得有点像在吃那种 有糖浆那种小鱼干的那种感觉 随着人口增加 环境问题 粮食危机不再只是空想 在薛马坦的课堂上 许多昆虫更成了未来餐桌的食物想象 是的 就是老师每个学期都有在学校开 食用昆虫学课程 然后就是刚刚我们在研究 如何做食用昆虫的食谱 然后刚刚的昆虫是黑水 我们想要尝试把它做成甜点 对 大概像饼干那样 这算是学校蛮热门的通试课程 然后也是昆虫系的选修课程 以色列籍 美国出生长大的薛马坦 在101年时曾经以博士生的身份 参与国科会奖学金的计划 我工作在研究中 中学校的研究中 我经历了一年 我经历了一年 我学校的研究中 我经历了一年 但是我也喜欢吃食物 我也喜欢吃食物 社会很棒 聊起昆虫 薛麻潭总是滔滔不绝 从小便对昆虫着迷的他 很早就立定志向 要成为一名昆虫学家 但还好 Prepare 永远继续 看电视剧 Kub Graham 听梦记 since I was a little kid along with a very distinctly remember 我 was in third grade I would go to the library because this is before the internet go to the library and get books about science all the science topics to read one day I had the insect books which were my favorites and I read one and it said a person who studies insects is called an entomologist so I told myself I have to memorize this word 因为这就是我生长的一切 极富研究热忱的薛麻炭 曾经为了破解台湾民间传闻 使用维他命B1 可以驱蚊的迷思 轻生试验 相关的研究成果 不只刊登于 国际知名昆虫期刊上 它更带领着学生们 在昆虫、维生物、 生态学以及昆虫、 生理学等领域 有许多卓越的研究成果 目前我预计要做的话是 要拿植物精油来测试 它对蚊子幼虫的毒性 也是因为我自己是高雄人 然后我在2014年的 登革热爆发疫情那个时候 我有得登革热 那个时候其实就是 其中几个家人都有生病 那个时候过得还蛮辛苦的 会觉得说希望可以 对这方面做一点点贡献 因为着迷于昆虫研究 学马坦全新投入 也希望跟着它 一起做研究的同学 能够随着自己的喜爱发展 享受研究的过程 因此他总是保持信任 放手让学生发挥 然后我觉得老师是一个非常乐观正向的人 对然后他每天看起来都蛮开心的 老师很信任学生 他觉得学生可以独立地完成他们应该要做的事情 所以通常老师不会去过问学生在做什么 然后他也相信学生可以自己掌握自己的研究 简单来说我觉得他给学生很多信任 老师对于学生很温和 而且是很照顾学生的 基本上有什么问题的话 随时都可以找他讨论 有时候跟他直接收到的计划 比较没有关系 他也是愿意教这样子愿意带 不过他也会比较要求说学生的研究上要比较能够独立自主这样 多数时候学马坛总是专注倾听 脸上挂着淡淡的笑容 让学生能够畅所欲言 直接开明的美式作风 让研究室的氛围顿时轻松自在许多 我可能有一些对于我未来的规划 我会跟老师有时候会聊一下 然后不论我有什么样想要追求的事情 或是什么样的选择 老师的反应主要都是支持 他不会就是 要我不要去做任何我想做的事 他一定会鼓励我 然后并且全力的支持我 然后给我资源去做 我想要追求未来想做的事情 这是我很感激的部分 我喜欢看我的学生是愉快 和他们想要做的事情 在我学校的学匠 我的学校是很开心的 我喜欢工作每天 我还喜欢工作每天 我还喜欢工作每天 所以我希望这些学生做的事情 这不是一步向一个 career 你已经在你的 career 你现在做了研究研究 你应该是愉快的 它应该是一个玩意 所以我让我的学生做 即使他们尽快想尽快 所以所以说到此时 It's been good. 乐观开朗的轩马坦 在教学研究之余 喜欢四处走走 上山下海 体验台湾各地风光 We just missed them. They were here two weeks ago but they came to visit it was their first time in Asia. They loved 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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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ational Palace Museum mostly around Taipei around Shifan Pingshi area. Set the sky lantern up. Taiwan is very convenient. Taiwan is very convenient and just over the top convenient. It's wonderful. It's very easy. I have a lot of foreigner friends and everyone says you know they will come here for one year, two year, three year and then 15 years later they're still here. It's so easy to live here. It's everything works. Everything is safe. There's wonderful health care. there's no stress. It's just a very wonderful place to live. So once people come here I think they get stuck. They fall in love with it. 薛麻坦十分享受 现在的生活步调 与教学生活 只是初来乍到时 难免也有寂寞的时候 某天百无聊赖之际 薛麻坦走进了 离家不远处的一家俱乐部 无意间竟开启了 他参与单口喜剧的表演嗜好 所以 comedy is very new in Taiwan and I didn't have it as a hobby in the US the old location of this comedy club was next to my house it was near NTU campus and I went one day to see the comedy show and I saw the in English and I saw them perform and I thought, ah, I can do better so I saw the bar was low so I practiced and after a month I had material and I went and I performed and it actually went well I succeeded it was actually a good first time and I kept going again and again and they're a really fun group of people everyone here is very positive they're not competitive or angry with each other so it's actually a very positive experience and I guess maybe I'm good at it Telling someone they look vegetarian is like telling them you look healthy but still dying somehow 像是即兴般的脱口秀演出 站在舞台上的薛麻坦 看起来充容自在 架势十足 很难与她白天的教职形象连结 她说 其实这一点都不难 将从事教职训练的写作技巧 语言讲训练 融会贯通 她有自信 可以逗乐大家 我认为我认识 我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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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认识 我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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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认识 他很疼痛 他有很好的写作 所以我认识 他有什么好处 我认识 他有什么好处 我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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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研究工作 来到台湾 在这里的生活 实时充满惊喜 薛马坦说 这里是宝岛 轻松自在的生活气息 让它呆了就不想离开 这里就是它的家 我会说 谢谢台湾 它是很棒的旅程 我比我想起来 它是很棒的新家 我会说 如果你们喜欢台湾 来到台湾 它是很棒的 当我来到台湾 它是没有人来 然后有需要 需要人认识 可以帮助台湾 保护什么是好 在台湾 在台湾从事文物修复的人才 其实不多 来自英国的泰纳沃克 在当地就从事文物考古 保存维护研究 2003年 他应邀到云林科技大学 担任文化资产维护系 客座教授一年 起满后接受校方留任 一直到去年才退休 任教期间 泰纳沃克为台湾培养很多 文物修复领域的专业人才 毕业后受聘于海内外知名博物馆 修复中心 为台湾考古跟文物修复教育 挤注新能量 如今退休后的他 还是选择留在台湾 在台中科学博物馆 继续贡献所长 希望为台湾 揭开更多历史之谜 欢迎各位来到我们国立自然科学博物馆 来看我们这一次新推出的特展童火的日子 从史前时代至今 人类是地球上唯一具有用火 生火能力的生物 人类用火行为的历史演变 近150件难得展出的文物 最引人目光的是这个 来自史前时代 从巴黎十三行遗址发现的断铁炉 这件断铁炉当然是首次 在台湾正式展出 断铁炉发现时被深深埋入土中 来自英国的考古学家 泰纳沃克·高登负责布展 他得思考要保持断铁炉的完整 也要让民众想象 先人使用断铁炉的生活面貌 我们的项目是 安全的 没有破坏 我们选择一些材料 差不多的同色 那样的土壤 然后剪刀它 然后刮它 我们不需要触摇它 我们没有触摇它 或是改变它 所以我的原本 最好是 是 放入铁炉 因为这是一个垃圾 所以你放一些砂糖 然后放一些工具 所以观众可以看到 它应该是一种活动的固域 可以移动一步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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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多数时间 泰纳沃克都像这样 为台湾考古遗址发掘出来的文物 进行修复 它现在是台中国立自然科学博物馆 人类学祖发掘计划的 驻管文物修复师 手上的淘气碎片 是来自于距今1600年前 到400年前的铁气时代 考古挖掘出来的淘气碎片 通常布满泥土 而且十分脆弱 得透过显微镜 仔细将附土去除 却又不能伤害碎片 尤其是每个碎片 都在诉说着自己的身世 尤其是要理解 尤其是要理解 它是製造的, 它提到技术的技术, 人们用它, 甚至是用的用的。 它是重要的重点 看着隔细节 和看多多的粒在的粒 和什么粒是製造的。 泰纳沃克毕业于英国伦敦大学天体物理学系 之后转工英国达勒姆大学考古保存维护研究 专精考古文物修复及人骨DNA研究 在工作室里 他不只负责淘气修复 也帮助了团队在金属标本 甚至是人骨的鉴定提供专业建议 这是同样在社口尾遗址发现的人骨遗骸 其中有四具是小孩 所以这里是这个 这个骨子是这里 我们这里有哈利斯医域 在这里 在X-ray 你能看到一些专属性的纹 在某检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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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骨頭停止增長 在考古遺址發現人骨遺骸時 傳統做法會使用大量清水清洗 但泰納沃克卻主張 應該要使用乾式清洗法 用毛刷和探針 仔細剔除大塊腹土 再用酒精用潤濕的方式 清除更細微的腹土 這樣才能將骨骸本身 透露的資訊保存下來 如果放入水,特地的土地在台灣 他們很精緻 然後變成很薄的醬汁 然後進入骨頭 所以你嘗試把土地脫掉 但在那裡,你迫向它進入骨頭 這不幫助,它傷害了骨頭 we do not want to do that if we can so normally I would dry clean bones as much as possible especially when they're very fragile and because today you can do so many different kinds of analysis on bones not only DNA but also trace element and isotopic analysis is that you want to reduce the contamination as much as possible 過去台灣的考古工作與文物修復並沒有連動 泰納沃克同時具有考古與文物修復的專才 也帶給台灣的考古人員不同的視野 原版這個骨頭是不容易拼合的 那他也用他們的專業幫我們把這個骨頭 比較完整的織骨都拼合出來之後 他就建議我可以去做一個X光掃描 或是再進一步的這個去瞭解這個骨頭內的一些 關於算是骨骼生長的一些訊息 來瞭解兒童死亡的原因 那確實也看到了滿有趣的這個 關於他所提示的這些可能存在的痕跡 那就變成我們下一步研究 去了解這個社口尾遺址的生活 是什麼樣的樣貌 那他們又遭遇了什麼樣的一個生態環境的另一個訊息 那甚至是他們在清理過程中也注意到 牙齒上有牙結石 那也幫助我們有機會再提取這些牙結石 做進一步的這個 他們飲食的一個研究 所以這點對我們在後續的研究 或者是考古學研究上是幫助非常大 泰納沃克和台灣的緣分要從2003年說起 當時他受雲林科技大學文化資產維護系邀請 來台灣擔任客座教授 在這之前 他也曾經在大英博物館等大型文物修復中心任職 當時他發現台灣的文物修復教育 仍屬於發展階段 於是決定留在台灣任教 而且一待就是20年 當時我來台灣 是像是沒有人在這裡 而是有需要 有需要人訓練的人 可以幫助台灣保護 什麼是好在台灣 在很多種程度上 所以我的時間最好花了 任教期间 泰纳沃克培养了许多领域内的专业人才 毕业后受聘于国内外知名博物馆及修复中心 为台湾考古及文物维护教育 挹注了崭新的能量 郭德老师进来这边 等于是协助我们西藏开始建立 这样的一套教学系统 他一方面能够借由他在国际上 跟研究机构以及国际的博物馆的连结 让我们学生有一个机会可以出国去实习 认识国际上面最新的相关的保存的知识 另外一方面大学工作之前 他是在博物馆界实际工作的 所以他会以他的实物的经验 带领学生实际的操作如何去做文物的保存 他认为理论要与食物并重 不仅止于课堂教学 更走入台湾在地文化的资产修复 嘉义公园里的尿尿小童就是其中之一 修复前的尿尿小童看起来像是个小绿巨人 但是因为过去的文献很少 也没有彩色照片 根本不知道他原本的模样 泰南沃克和学生张志鹏花了一个多月 一共去除掉八层漆 才终于还给已经有百年历史的尿尿小童 原始样貌 我们回到一层的石头 而是一张红图 而是全体的设计 全体的设计 99.9%的设计全体在全体的设计 所以是一份大的忽悦 我们不可以带替全体的资计 而发现一的手部是失去的 或是有大壁的壁在的面上 其实是很好的鲜色彩 修复跟医生一样 就是要通过大量的 去有一些病患 去做不断的经验累积 我们修复也是 因为这是老师的实战经验 让跟着他的学生 可以有就是跟着前人的路走 会走得比较顺的感觉 这个是早期我们在擦秧之前 要先种植秧苗 种植秧苗当你的稻米 撒在土壤之后 要靠这一支把它抹停 如果你认为 文物的修复与保存遥不可及 那可就大错特错 泰纳沃克还走进社区 让文物清洁转化为科普知识 这是在于古书是麦汁的 麦汁用的秤 这是阿公的留着 留到现在最少也有120年 社区长辈不藏私地 把家里的古早农具 拿出来成立社区博物馆 泰纳沃克也连续三年到这里 教大家怎么清洁保存这些意义非凡的文物 虽然语言沟通得靠翻译 但是长辈们对于这堂课都很感兴趣 不只是活动筋骨当运动 看到家里的老古董焕然一新 或是能延续保存年限都很感动 东西真的你不使用 它一定会坏掉 然后经过老师教我们怎么去清洁 怎么整理 这个东西可能可以保存更久 那我们下一代 跟下一代也还可以保留到那时候 展示空间利用海报遮住窗户 避免光害损害文物 每一样物件编号造册 也清楚载明来源及用途 这些都是泰纳沃克交给社区居民的 这些可能不是国家的贡献 但是他们是真实的 他们是社区的意思 所以教授人们 要在他们的身份 自己的记忆 自己的文化 自己的文化 这是我来到台湾来做的 泰纳沃克对于台湾考古 与文物修复保存的贡献 以高级专业人才身份 身获外侨永久居留证梅花卡 即便已经从教职退休 泰纳沃克依旧执着 最爱的文物修复工作 以考古为执志 希望为台湾的文化资产 揭开更多神秘面纱 为了鼓励更多 国际专业人才 永久居留台湾 移民署针对对我国有特殊贡献 高级专业人才 还有投资移民等对象 核准申请梅花卡 拿到这张证件 就可以不受拘留期间限制 武道家张小熊 昆虫学家薛马坦 以及考古学家泰纳沃克 都贡献他们的专长 在教育界作育英才 让台湾的高专教育 进一步与世界接轨 探索多元文化 看见台湾新助力 我是王嘉玲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次再会 听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